現在你們看到那個講義 我請你們法師 這許多師兄師姐們來唱一次 以後再講 請我們的歌謠團隊來演奏 現在請法師先將第一首唱一次 請國樂團演奏 詞曲 李宗盛 前後幾通遺然 心目諸法高幾通流 心目諸法明慧自佛 剛才唱了這個丁徽平的第一首旨語 旨語就是要叫我們自憂 人家吃飯我不能飽 人家睡覺我不能回復 疲勞 人家的修行與我不相干 所以我們自己的煩惱要自己斷除 自己的騎物也都要自己用心 自憂 怎麼樣才能自憂呢 第一點要自憂要求 你要求別人 別人不是我 你要要求別人 別人又不是我 第二要自我實踐 你自己不走路 不能到達目標 第二點要自我實踐 第二點要自我實踐 如果你自己不走路 你自己不走路 就不能到達自己的目標 最想要自我覺悟 自己都不能讓自己覺悟 別人怎麼能讓我們騎悟呢 第三點要自我覺悟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能讓自己覺悟 別人怎麼能使我們開悟呢 所以這個叫自悟 自悟要修行 你不修行 光是說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就叫自悟 想要自悟就要自己去修行 如果不修行 只有個講字 一樣都是沒有用的 你要求悟 第一要自悟管著 反求修行 不看外面 不看你和他 看自己的行 不要求你們 要求自己 這個就叫做修行 第一點就是要自我觀照 反求諸己 不要去看外面 不要去計較你我去 看的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修行 第二呢 要自我更新 不斷地進化自己 錯誤要改 缺點要改 不斷地要求增傷 不斷地神話 不斷地進膚 正如我們一件衣服髒了 那就拿去洗 只要不斷地清洗清洗 一定會洗乾淨的 第一次神中修行的方法 就是要自我理想 你去分別 你去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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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正勝負 不必去比較 用平等性 這就是修行 第三點就是要自我理想 不計勝負 也就是說我們要離開分別 計較和執著 不可以刻意去爭取勝負 用平等心 這就是修行了 第四種修行的方法 就是自我實踐 一起從我自己做起 不去要求他人 第四點就是自我實踐 自己要求自己 不要向外去要求他人 這個自我修行 定也好 灰也好 灰也好 都需要自必 在自我修行之中 無論定也好 胃也好 都需要具備的 在這裏